目前 奥密克戎毒株为此轮新冠肺炎疫情感冒的主要毒株 它的特点是传播快 但致命性明显减弱 感染后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喉咙肝痛 流鼻涕 咳嗽 发热等 个人可依据症状轻重 科学合理用药 三十八度五以上 才推荐口服 推荐药物去进行处理 那么对那些出现嗓子肝痛特别厉害的话 在这种患者来讲的话 推荐进行中药的一个干预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浦温厂江 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开具的一个中药 都有一个缓解这个嗓子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流泪 鼻塞 流鼻子 打喷气 这样一些上飞道的症状 出现的相对少一点 但是也有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常用的一些感冒药物就可以对付了 如果说出现咳嗽 甚至说出现胸蛮憋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 有没有起肺炎 起了肺炎之后是根据专业的医师去评看 是轻视重 然后再去服用药物去进行治疗 不建议大家上来就口服抗伤素 因为这是个病毒感染 抗伤素效果意义不大 医生介绍 目前 退烧药主要有不落分 对乙鲜胺积分 这两种药为同一种机制的药 因此不可叠加使用 如果服用剂量过大 会损伤肝肾功能 医生建议 用药越简单越好 切勿多种成分药物叠加使用 两种退烧的一定不要同时服用 两种退烧的一块服用 会极大的增加 增加它的感染功能的本伤 在市面上很多感冒的药物 包括一些中程药的感冒的药物 里边都含有退烧的成分 所以说 请大家在买药 购药 服用药物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明白上面的说明书的成分 这样的话避免吃虫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话 请大家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 你中央的医生也好 到医院咨询这个大夫也好 应该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 此外 医生建议 居家要注意通风换气 多洗手 出门佩戴好口罩 少聚集 都可有效预防感染 面对传播性极强的新冠病毒 我们要摆正心态 积极应对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